三個中產檔 今天我們再談倫敦金事件 從國師科 我又像某一個角度 為何我留意這單新聞呢 其實我不是太要留意倫敦金的東西 雖然我認識有朋友做過倫敦金 但是我現在又寫藝術 又是很符合的 我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書就是找投資的 搜集資料的時候 還沒有留意倫敦金這宗案的 因為本書已經籌備了半年 剛才寫的時候想找一些例子 我拿了兩個例子 兩個例子就是大佬 他在香港投資拍賣藝術等等 我又去報道過了 大佬是傳 我認識他的時候 二十年前 他已經是全世界有名的收容家 有三個 現在香港 你降開那個排名的話 兩兄弟 大哥 弟弟 兩個佔兩個 另外就是新世界 鄭氏家族 為什麼會提到 今天有什麼關係呢 另外一個除了說大佬投資現代藝術之後 我就找到一個Case 這個老人家叫做國師科 他就是第二代藏二代 他爸爸大概在七八十年代 在香港收了很多藏品 就是那些瓷器來的 就是原青花 我正在研究一些 又問朋友 關於原青花 或者再不是近代一些的 明朝 清朝 清花 他留意了他天文樓的收藏 那為什麼他跟大哥 給了寫本書的時候 就是大佬大家都的印象 都是說 古塵珠激手 都是投資很厲害的一個人 但是這個床家 就是 家訓 爸爸跟他說了 教育的時候 就說 我們這些東西不買的 收藏 就不是說說這些 金錢回報 我們說他的藝術價值 歷史價值 那之前一直的訪問都是做這件事 那跟著 那跟著 那我就有說 就是對比 究竟藏家是應該從一個消費 或者一個欣賞的角度 藝術的角度 去收藏 還是從一個投資的角度 這樣 那就是我本書是有這個引子 那好話不好聽 怎麼說 一再看到這個 這個國師科的新聞的時候 就見到他中招 就說 你不說投資不成的話 於是倫敦金就中招 那時候當時很轟動 就說是牽涉到六億多 但是他一個人已經是佔了五億八 是 那個報道說 那輸了很多錢 那我都想想 那篇文要不需要寫他這樣 會不會拍不好意思 還是怎樣 那可能沒有理 那到後來再看一篇新聞 報道再不是 不是說他借錢那裏 再後來 就是我時序看 那些新聞跟得不是很足 再後來 我看新聞 就是剛剛 遭富給春白 就拍他的東西了 那就發覺他 他一直都說不賣的時候 現在就說要賣東西了 那會不會跟倫敦金那件案 因為輸了錢有關呢 那我的故事背景就是這樣 對於這件事 第一就是 就是 我也有些人說了關於他的 最初我不知道 對於新聞報道 但是也有些人說了一些 有關他的東西給我認識 那樣東西就是 第一 他那堆藏品應該不是他自己的 應該是他家族 是家族 即是他把家族的東西 因為事件上 臨急的時候就抵押了 所以應該都要 可能未必是這麼順利的 整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據悉他不是那麼差的 即是有一定的知識 即是對於炒業 即是他真的輸了 而不是那些被人 突然買了幾十億 即不是授權給人 而那些人不斷高頻率 不斷慢慢慢慢 是的 不是這樣輸法的 即是他是真輸的 即是真輸的 我不太肯定 至少我們沒有看到他的狀況是怎樣 但是我不太肯定整個故事 但是他應該不是 因為傳統的人說 倫敦金就是你授權了 給他自由買賣 是的 因為其實倫敦金 我認識別人開倫敦金 他告訴我 就是 倫敦金其實你 就算不是自由買賣 你也輸的 即是其實倫敦金 你去賭場賭錢 你去賭場賭錢 你可以人贏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贏出來到最後你都輸的 因為你去賭白交落 你一定輸的 即是整個架構來說 你很容易輸的 他抽勇的 抽勇的 是因為抽勇的 而是因為他的波幅 那個Fortration 會大過你的Margin Margin比數 即是如果你去做金 你永遠都是 你是玩Leverage遊戲 你的Leverage 你的波幅大過Leverage 只要你是長玩 你會遇到一個大的波幅 如果波幅是 就算跌下來再升回來 你已經輸了 即是環息感 即是除非你很多錢 不斷地放進去 無限的錢 做實 你在銀行做實 即是很少 做實就不用玩倫敦金 是的 你做實 那你就會什麼 如果你做股票 我給你 我放你 我放你 你做九成媽子 你做銀行股票 你都會輸的 是 但是它那個 所以它的玩法是好 還有就是 因為你不用馬上提錢 你不用馬上提錢 即是你真的到場 你贏了你不會提 你輸了 你輸了 你就輸了 即是你贏了 我給你Long了 贏了三千萬 那你就需要三千萬 在戶口 但你到最後輸 我不用馬上給你三千萬 你不會說 來了之後 我贏了多少錢 拿回 警訊應該請你去解釋 給那些投資者 所以有很多大的公司 其實它開公司 它如果仍然夠大 它根本上是不怕你 你開賭場 你不怕你 即是它不用特別欺騙你 你遲早就輸給我 但是 當然如果叫鄧雲 你無緣無故有一個客人 一來到奪命單 叫我奪命單 一來到 贏了我 拿錢走 那就是 你無緣無緣無緣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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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搞不定 但是賭場不用 它可以抖暈 所以那些是 今天想繼續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剛才有些都跳了 我一講到說 那些東西拿出來拍 其實我認識一些拍 我朋友說 他們不只是拿去 他們的貨不只是拿去 拿去蘇富比拍 有些其實拿去北京拍 我也聽過 我實際拿去多少 我不知道 但那些都不是最好的貨 有些是有高檔 低檔設 哪些貴的沒有那麼貴 我看蘇富比拍的底價 可能都是幾百萬 過千萬 不是最貴的 不是去到億聲的 沒有人會賣最貴的貨 除非你逼不得已 對 最逼不得已 他現在都不是賣最貴的貨 渣電撤出 他都是賣娛樂 他那七個東西不會賣 你中心的 除非你不到絕望 你不會賣最貴的貨 還有他應該抵押了那些貨 這個就是要交代少少 中間跳了一個階段 就是他到底抵押了還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看新聞才知道 我第一時間看的時候 就說他要賣東西了 我可能誤會 就是他是不是自己拿去 跟拍網行談 我現在有些東西想放 這樣 因為通常這樣做的話 是很急的 因為以我所知 你要跟拍網行談 給貨拍網行 他幫你做Promo 是要搞半年 通常要搞半年 他想一下怎樣幫你 去想到靚靚仔仔 找定一些買家 然後幫他做宣傳 大概知道有什麼買家 都要搞半年 但是這張新聞其實不是很久 只是幾個月的東西 他這麼急得拿出來 我少有些突然 但是之後我看到新聞 就說原來他 中間發生過一些枝折 就是將他拿了部分的藏物 十幾二十件 就拿了一個 所謂的古壇 一個很出名的人 是 這個我看過你 我不知道你認識他 我看過你的文件 還說你認識他的 我不怕開名 因為報紙這樣說 莊悠堅 是是是 不是我接著他借的 就說有個中間人 找到他太太 就說還說他的利息 是月息四里 月息四里 四里不是很多 但月息其實很誇張 我算過月息四里的話 基本上年息 算起來 幾十里 幾十里差不多去到高利泰 那個媽媽 因為是信用卡利率 不是上卡利率 是高於上卡利率 上卡利率 是32點幾年 是中理合法的 上卡十幾年 現在去到很低 不是你搞卡數的就是 如果你不找清卡數 就多了三十幾年 他說那批貨可能是借了1.4千萬 他借了兩個月 譬如新聞報道 很多報紙都說 兩個月的利息都給了千多萬 後來有一宗錢債 因為有個中間人 他就說他後來不正數 原本要給三百幾萬 中間人介紹費 後來他就說 不得那麼多 要打個四字 於是有單的問題 借錢 借錢有個中間人 於是就讓了出來 我先看回 原來中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才懷疑 因為我看過報道 莊有堅說 有人訪問他 就說我沒有拿去賣 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錢 所以我不太肯定 究竟是他問其他人借錢 他已經押了 然後押完拿去泡馬行賣 還是他自己發覺 都是套現 他押給莊有堅 那些東西 應該是最美的東西 很美的東西 所以如果殺了他 應該是賺大錢的 莊有堅 我不知道他認不認識 或者有人告訴他 但是第一 我知道他 他有收藏東西 有一幾個中國賣交 惡民軍那些是大收藏家 他是很厲害的 我想他不會 他應該 如果說金融界 我認為他是全香港最厲害的人 你說李嘉誠 那當然厲害 但是李嘉誠可能是很高姿態 那種厲害 莊有堅是 他從寫Documents 看東西 他所有的東西 是可以一手包辦的 即是你可能有些人 即是真的落手落腳 懂得做 真的懂得做 因為Documents很熟 即是所有的東西他都認識 所以他應該不會 每一樣東西他不認識 而是抵押的 而那個這麼高式的人去告他 通常如果這麼高式 多少他都應該在 設定那裡 那個Lander 都已經收了用 不過波羅 他應該是收多次的 對 但是我想他也是很 那件事都很決定 大概是這樣 總括來說 你覺得這件事有什麼的感態呢 我想就是 我想就是 如果從學術的角度 就是告訴你 我們學術金融界說的 Liquidity 就是流動性 哪些東西可以立刻變成錢 股票流動性比較高 我又寫投資藥術品 就是說他的流動性是不高的 因為通常你收到一件東西 床的話 就是傳統的床家 你要賣出去 就要搞一頭半 不止的 通常拍馬行不會立刻收的 拍馬行正經拍馬行買一件東西回來 他沒有十年八年都幾乎不要買的 就是他覺得太高的時候 那些人還會懷疑 那些人會懷疑你怎樣 他可能有些事情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可能是私人售 或者給一些藝圓去賣 就是藝圓去賣 就是藝圓去賣 那些屬床家 就是私下賣不會太陽 那他現在的做法就是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 他收了很久 百夜正落 那是幾十年 但是他們就高調說 我們從來不賣的 那你突然拿出來買的時候 大家都懷疑你會出事 那更何況倫敦金那件事 幾個月已經黃曬了 那黃曬大家都知道你等錢花 那等錢花之餘 再爆這些錢的錢 我們是沒有必要爆出來的 因為你如果借了的話 如果他不是中間那裏 不認數 說到他被人追回你 你報了警 你報了警 是個中間人報警 中間人就說他原本 願意給三百多萬 他現在不認數 就是四折收不收 於是他就是報警 那被人知道了 就是藝術品 好像怎樣說 好像 就是這個蒙爛 我自己覺得很感慨的地方是甚麼 倫敦金就是全世界最快輸錢的東西 是 然後你搞定要用全世界最難籌錢的東西 來賺錢 這也是一個金錢社會的一個奉事 我最感慨的是 為何倫敦金不是我開的 我有一點點感慨的 就是為何這位前輩 如果真的要套現他這麼美的房子 為何不找我 我有勞訴 大家都是傻者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